再来看广东的情况 今年春运期间 广东预计节前发送旅客数量 将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三成 今年春运期间 广铁集团计划日均开行客车 1728.5对 其中广东省日均开行客车 1229对 预计节前发送旅客数量 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三成 广州站春运期间 预计日均发送旅客6.5万人次 客流量比往年大幅下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很多选择回家过年的旅客 都有家人的因素 今年人感觉特别少 现在人特别多 一路上过来 不管是坐地铁 都还要检查健康 我们是农村 现在作为父母来说 心里都挺着急的 他成个家我们就心里放下了 不是今天准备回东北吗 就是几天还回来 身体过后 我们还回到这地方 回去还有老母亲什么的 身体也都是不怎么太好 所以说要过去看一看 急很急很急的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 站内测温 防护 消杀等 防疫措施非常严格 站前广场上 2000平方米的临时候车大棚 已经搭好 为畅通旅客进出站 广州火车站开设58条近站通道 16条安检通道 确保旅客检票安检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 有点免费的广州火车站开设